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干 随着2022年农历新年的结束 等待着玩家的将会是一堆游戏推出的三月份 不知道玩家们准备好让狗暴君上战场了吗? 现在就让小片我为大家带来三月份的推荐游戏介绍 由Square Enix发行 白金游戏工作室所开发的一款趴塔游戏 巴比伦的陨落会在三月三日发售啦 玩家将探索在巴比伦人灭亡之后 所留下来的一座名为The Jingler的巨塔 在游戏里,由于新帝国的威胁 玩家将穿上Gillian Coffin在塔内探索 塔内被分成了很多层 当玩家到达了塔顶,才算结束了游戏 游戏内还提供了不同的武器类型 每种武器都有各自的独特技能和能力 可由玩家自由定义属于自己的装备 而且最高能同时装备四种武器哦 游戏支持单机模式 即能和朋友们组成最多为四人小队的线上模式 是Gran Turismo 6推出后时隔9年的时间 Gran Turismo 7终于要在2022年3月4日与大家见面啦 此次Gran Turismo 7的游戏菜单 采用了类似于GT4的风格 同时在本作中GT模拟模式即将回归 也包含了历史U9的单人战役模式 其他经典功能像是历史赛道 经典车辆 特别活动 锦标赛 驾驶学院 改装店 二手经销商和GT Auto都将会回归 同时也保留了在GT Sport中 引入的GT汽车模式 品牌中心 以及搜索功能 本作也继承了来自GT5 以及GT6的动态时间 以及天气效果 由Square Enix发售的一款HD2D风格 战棋类策略游戏 三角战略 将于2022年3月4日正式发售 故事发生在陷入战乱的大帝诺泽利亚 在三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所展开 玩家们在游戏里将会面对各种艰难的抉择 而玩家所做的选择将会化为 功力 道德 以及自由 这三种价值观的信念而累积 从而影响之后的剧情走向以及暂有的加入 在上一部WWE 2K20意外翻车之后 2K以及Visual Contest在2021年的年尾 宣布即将在2022年的3月份 推出最新的WWE 2K22 在本作中 Visual Contest重新设计了游戏 以及动画引擎 还为大家带来了新的操控模式 在这一次的画面上 WWE 2K22更是采用了与NBA 2K相同的技术 来让WWE 2K22达到WWE 2K史上最漂亮的画面 Universe模式也将在本作回归 同时 WWE 2K22也在本作带入了名为My Fiction的全新要素 玩家将能全权建立一支能与著名NWO New World Order PD的传奇阵营 玩家将收集、管理和升级超级巨星 并且能享受每周活动以及定期更新 于2017年在PS4及PC上发行的《駭客时空》最后的记录 将于2022年3月10日正式登陆SRICH平台 《駭客时空》最后的记录为HECGU的高清重制版 主要包括了World 1 载弹 World 2 司军之声 World 3 以步行速度前进 以及World 4 仿制世界的蛇群所见之梦 故事背景发生在名为The World的线上游戏的幻想世界里 玩家将会扮演一位名为斯的人物 因为与游戏内不正常存在的猫型角色 把他扯上关系 导致他被游戏内维护正常游戏的玩家自制团 红衣骑士团视为危险者而被追踪 斯将在游戏内伙伴的帮助下找回登出的方法 以及探索The World之中的种种媒团 并遭遇各式各样的事情 玩意了马力游赛车了吗 由Square Enix所开发的Nintendo Switch独占竞速游戏 Chocobo GP即将在3月10日发售 玩家将可以扮演Chocobo在游戏里面竞速狂飙 本作包含了单机模式 多人自定赛程 淘汰生存模式等多种玩法 同时也支援线上最多为8人的同场对战 游戏同时有类似于马力游赛车里的道具系统 玩家只要在竞速过程中接触在菜刀上的魔弹 就能获得魔石 使用魔石即可在各种竞速时发挥有力的效果 类似于最终幻想里的魔法 魔石有三个等级 玩家得收集相同的魔石 来让魔石发挥更强大的效果 由独立开发者Andrew Shudais所开发 在由Finji所发行的一款动作冒险游戏 Tuning将在2022年的3月16日发售 游戏类似于塞尔达风格的一款 弹机动作冒险游戏 玩家将扮演一只可爱萌萌的小狐狸 在一个广大的世界中探险、解谜等等 玩家能够在游戏里探索荒野、神秘的废墟 同时玩家还得与一堆古老的可怕生物进行战斗 慢慢地揭开这世界里的谜团 《女神异文录》25周年纪念游戏新作 《女神异文录4 Arena Ultimax》将在2022年的3月17日正式发售 本作将是根据《女神异文录4 Golden》所延伸出的作品 此外《Arena Ultimax》不仅会包含《Ultimax》的最新内容 同时还包含了《2012年女神异文录4》的原版故事 玩家将会透过各个角色的视觉小说里的小插曲进行游戏 从而慢慢地解开围绕电视世界中的神秘竞争扩展故事 即将在2022年3月18日发售的《乐园的异乡人》 是由Square Enix以及Tin Ninja一起合作开发的最终幻想 第三人称动作游戏 玩家将扮演故事的主人公杰克与他的伙伴们一起踏上 帮助在黑暗支配下的克内利亚 恢复水晶的光辉路程 游戏不同以往的最终幻想系列 本次游戏具备了灵活使用多元动作来战斗的动作系统 玩家也可以在游戏内透过学习来发展职业 还能收集各式各样的武器、防具 以及强化这些装备让自己变得更强 游戏除了单机模式以外 你也可以和朋友连线一起组成一个三人小队 在游戏内讨伐各种怪物 由角川游戏开发 并由云豹娱乐所发行的一款战棋类策略游戏 Brelia将在2022年的3月24日正式发售 或是讲述游戏传击者的关系 宇宙逐渐步入灭亡 玩家将要操作名为星期中的机体 以传击者战斗保护宇宙的未来 游戏中设有等级和机甲改造系统 玩家可通过提升等级来解放隐藏的能力 同时也可以通过机甲改造系统 来打造属于你自己的新机装 自任天堂在2018年3月16日发售星之咖比 星星同盟之后 任天堂也终于在2022年2月9日的任天堂直面会上 公布了星之咖比系列的新作 星之咖比 遗忘之地 游戏将在2022年3月25日登陆Switch 本作的咖比同样保留了吸收敌人之后复制其能力 不过除了基础招式以外 本次更是能让相同的招式再进化 而且不只是敌人 在这次的星之咖比里 咖比能够吸收贩卖机 汽车 三角堆和灯泡等物品 并与他们进行合体 这会帮助玩家在通过某些特定的关卡时 有很大的帮助 由生化危机之父 山上真思所创立的Tango Gamevox工作室 打造了新动作冒险游戏 鬼陷东京 将在2022年3月25日正式发售 故事叙述了东京的人民 都因为一股神秘的力量而消失了 而鬼怪也在这个时候 开始大肆入侵东京市 玩家将会半年一年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角色 在东京讨伐各式各样的妖怪 其中 妖怪的形象都是来自于日本的都市传说 玩家将要运用自己的超自然力量 来讨伐各式各样的妖怪 来解开这座城市发生诡异现象的真相 拥有着不一般画风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小提娜的奇幻世界 将在这个2022年3月25日映入玩家的眼帘 玩家将透过深度自定义系统 来创建属于你自己的英雄 游戏里的多职业系统 还能够让玩家自由混搭 打造属于自己专有的技能术 除了强而有力的枪切以外 玩家还能够使用致命的咒语 来消灭眼前的敌人 其中包含了不少BOSS等级的怪物 等着玩家讨伐 并迎娶史诗战利品 游戏除支持单人模式以外 同时也支持最多与三位好友一起线上游玩哦 即将在2022年3月29日发作的《暗夜长梦》 是由上海神器鱼工作室 所制作的一款惊悚冒险游戏 游戏讲述了一部关于探索成长中困惑的 自我救赎黑暗童话故事 玩家将置身在神奇的梦境世界 探索游戏里梦境与现实结合的冒险故事 游戏玩法有点类似于小小梦魇 玩家需要透过躲避以及潜行的方式 穿过敌人所在的区域 除此之外 玩家也能透过梦境灵的颜色 场景中的声音 以及暗道来绕过敌人 原定于在1月发售 由MFLAM所开发 在UPM Studio所发行的第一软程恐怖游戏 《异界》将在2022年3月29日恐怖登场 游戏从日本的民间传说 摄取了敏感 玩家将会扮演一位名叫《奈奥卡》的巫女 探索妖怪出没的神社 使用神符封印结界的洞穴 而且玩家不会带有任何武器 对 你没看错 玩家将不会带有任何武器 所以无法对妖怪做出任何攻击 这让游戏制造出了一种新的恐怖感 玩家会直接面对威胁 不逃避攻击 于2021年9月24日在PS5上推出的《死亡隔浅》导演剪辑版 也要在2022年3月30日登录PC啦 《死亡隔浅》导演剪辑版是在现有的《死亡隔浅》进一步的添加了一些内容 像是新的剧情以及游戏画面也得到了提升 根据Steam商店页面 所有购买《死亡隔浅》导演剪辑版PC版的玩家 都能获得全新游戏内外套服饰配色 力量手套配色 预音仓选项 背包布贴 数字迷你画册 和形象套装 看了一堆的游戏介绍 不知道是否有哪一款游戏让你心动呢 快在留言区里与我们分享 随着近期疫情上升 在这里也劝导玩家还是乖乖待在家 别乱乱跑啦 最后喜欢这个月报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我们玩游戏的YouTube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 以获取我们的第一手资讯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我是阿干 大家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